喔喔喔 2號 2號 喔喔喔 2號 目擊駕駛和乘客驚呼連連在國道上 被兩輛轎車抄車後 連車尾燈都看不見 我已經開了一百 今天到最後要兩百 不曉得開多快被遠遠甩在後方 任誰都驚訝這兩輛車的速度 但30秒後前方就出現狀況 剛剛在兩台 剛剛才看到有車呼嘯而過半分鐘後 就變成目睹車禍也太巧了吧 白色和聲色叫車一前一後 擦撞停在內線車道 事發在17號深夜接近12點 地點就在國道1號南下163.2K厚里路段 目擊駕駛把行車記錄器PO網 疑似是競速釀貨也留言著結局 總是不讓人意外 不過國道警察表示 影片拍到的競速車和車過 還不能劃上等號 警方補充車禍部分 初步了解是變換車道 擦撞到外側的車 但還要過濾行車記錄器 才能確定是否和競速有關 不過內政部警政署統計 去年1到8月國道違規案件 綜績取締了62萬件 較110年同期就年增了19.6萬件 其中超速就取締了18.9萬件 年增超過4成3 占取締案件第一名 第二名則是任意變換車道 TV新聞來從羅欣台中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